今天我們來到觀音 那整個觀音的發展 大家看到重劃區也好 我們人口的增長也好 確實這一兩年有一些進步 那我希望透過實地的參考 這個來視察會刊 能夠了解這地方的這個建設 包括他未來人口進駐之後 有關公共設施的部分 那我想大家比較在意的就是說 整體上面脫鷹脫鷹的這個中心 是不是足夠 這涉及到重劃之後人口進來 還有學校設施等等 那現在已經看到好幾個地方 都發生這個狀況 所以我想今天有時間先到這個地方 來看看這個規劃的情形 那同時也知道整個這個水之秋風之苦 也是一個比較特色型的這個遊具公園 那也看看說這樣的一個規劃在空間上面 是不是還需要改善 以這樣的這個天候 然後這樣的一個環境設施 一定有地方可以優化的 所以我想我們實際透過 對於我們富幼這個方面的關懷 那也對於我們這個公園油氣的安全性 還有油氣設施 是不是能夠更精進的保護小朋友的狀況 還有家庭油氣的時候 這個好的地方來 一起來走走走看看 都是假日休閒也很需要改善的一個公共設施